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就是为了请保险 要么就是为了请假 要么就是为了请药品 很细的预测 已经指定日期指定数字 当然如果是的话 那我也会觉得很高兴 我们下期待 都有这个传播力增加的一个情形 那跟他的这个产生的一些突变 会造成比如说免疫逃脱 或者是对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 会下降 我们下期待 只要需要量不夠的時候 我們隨時可以再加開 現在開放才四天而已 目前為止看起來量還沒有往上升很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